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当时在解放以后呢 我们太原一共呢还保留了八座城门 但是呢因为要建设这个城市 要修这个银泽大街 所以呢就把那个银泽门呢给拆掉了 当时呢也没有这个保护意识 真的是很可惜现在看来 如果要是把那个银泽门保留下来的话 保留到现在 我觉得一点也不会比南京的那个古城墙 然后还有西安的那个古城墙差 哎呀就是很可惜 没有了都拆了 只剩下八座城门中呢 拆的只剩下一座 位于我们太原市北大街的 那个叫拱吉门 在大南门这里前面的这条街呢 我们的银泽大街 然后那个呢是我们的银泽公园 银泽公园对面呢 这个是我们的银泽宾馆 那么它之所以呢都以银泽命名 这都是因为我刚刚所说的 那个银泽门的原因 然后从解放以后呢 我们这个大南门这个地方呢 它就慢慢的发展成了 我们这个手机的零售批发集散地 它最繁华的时期呢 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 也就是流行那个大疙瘩 BPG的那个时代 我记得我的第一台摩托罗拉 汉险BPG呢 还是在这里买的 你看看这两个车 抢一个密表紧车位 本来是后面那个轿车呢 先看到这个位置的 然后那个越野车 人家速度快 一下呢就插进来 抢了它的位置了 然后这个越野车 要往后到轿车呢 不给它让 所以呢就一直在那打喇叭 所以呢我就不爱开车来这里 实在是太闹心 开上车 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些路呢 好多单行线 一不注意呢就围张 那么我自从在这里围张过一次以后呢 我就再也不敢开车来这里呢 以前这个前面这个解放路修路之前呢 这里是不能左转的 我看现在能左转了 那么在90年代末那会儿呢 这些地方呢可是相当的繁华的 那路上的人是走得哗哗的 而且公用电话也多 最近这么几年呢 因为这个网上电商的这个兴起呢 这个地方呢 它慢慢的呢 就没有以前那么繁华了 但是它依然还是我们太原市 最大的这个手机 零售批拔机散地 所以呢我今天拿手机呢 就又到了这个地方了 看啊前面的这个楼呢 就是我们太原以前最大的一个 这叫海印通信广场的 它现在呢搬迁到前面的那个 丁字路口那里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还有我们以前太原的富百家 搜集城 这些地方它都是我们太原 以前卖手机非常有名气的地方 看这个海印广场呢 搬到这里了 啊十点多了 跟朋友约定的时间到了 我要过去拿我的新手机了 看这个 哈哈哈哈 王总猫的呀 珊珊来迟 又胖了 没有啊 快扔的来采访一下王总 讲述讲述你白手其家的发家事 哈哈哈哈 在那边了 啊 在那头了 在这个那是白宫了吗 但你从这儿出来的 就跳的时候跳的 每当你个大电话的时候 你看那楼还做的 嗯 这个锅这个红绿大了 卡肚了 怎么又绕了一个学生 哎呀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如果以为你在楼梳 楼梳你再楼啊 喝的三十分钟也喝不了 好讲话 呵呵 但你在楼梳中有些了 吃点都在楼梳中呗 看看我这同学的办公室 看一下我这 白手其家的闹钟 初中文化 哈哈哈哈 看这事业 这摊着发展一下都来的 自己自学下文凭 自学下外语 把自己的事业都做到了国外 是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一个人 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 看看就这款华为P40PRO 黑色的好看吗 他建议我是拿黑色的 他说黑色的永远经典 耐看永不过时 而且这个黑色的呢 比其他颜色的呢 还要贵 呃 八十块钱 他们的拿货价是贵八十 外面贵多少呢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反正呢 我就相信我这朋友 他不卖这个手机 他也是跟他的朋友拿了 然后他又帮我细心的把磨贴了 又给我找了一个漂亮的手机壳 看 拿到了 怎么样 好不好看 我朋友帮我配的这个手机套 黑 回家去鼓捣我的这个新手机了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